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阿燕师傅 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示范今天的 奇力湾生产的快速料理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阿燕师 我是奇力湾珍珍奶茶文化馆的顾问 我们先介绍第一道 是叫红烧牛肉面 大家都知道现在红烧牛肉面是大街小巷都有的产品 我们红烧牛肉面是经过 使用高雄甘山的辣豆瓣 还有黑豆瓣来制作牛肉面 所以我们的牛肉面工序非常复杂 我先来介绍第一个 这是我们的红烧牛肉汤 我们都是包好的成品 这是滷牛腱 这也是我们备食大概24个小时 出滷所滷制的牛腱 然后这个配料就是葱花跟酸菜 酸菜也是我们自己炒的 那我会建议说 一般消费者的话 你们买回去的话 面条你们可以自己购买 那我会建议说 最适合牛肉面的话就是用拉面来制作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说怎么制作 那第一个 就是我们先煮一锅水 那水滚了之后我们就下我们的面条 那面条我们就下大概三分钟 然后我们煮三分钟 那我们就稍微把它均匀拌开 那这时候我在旁边的锅子呢 我就可以煮我的牛肉汤 那牛肉汤很简单 我们就剪开 然后倒在锅里加热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开火 那一般的话我会建议说 在家里的牛肉汤你们可以 如果家里有微波炉的话 也可以用微波炉加热 那也可以用锅子加热都可以 那这时候我们的牛腱就可以 这个牛腱的话都是滷好的 所以我们剪开来的话 就直接倒出来就可以使用了 那这个牛腱它的特色是 除了牛肉面可以用之外 那滷味也可以用 所以它的用途是蛮广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配料 那我们的拉面下了之后 我们就让它等水滚了之后 我们就三分钟 那记得一定要选用细拉面 细拉面跟牛肉面是比较对味的 那我们一般的滷牛腱 那我们一般的滷牛腱 我们大部分都会有六大片 六大片 六大片大概是250克 所以它分量是蛮足够的 那一般如果家里面 用的这个我们使用家里面的牛肉满 大概是500cc的碗 那一包的汤底是500克 500克 好 那这时候我们 面差不多快煮熟了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捞网 然后把它捞起来 那我们的牛肉汤头 它本身会有一点 一点点的微辣 那微辣的话 它的辣是高雄干生的 辣豆瓣跟黑豆瓣 那它的辣又不会说是 是那种性辣 而是那种会回甘的辣度 所以它的汤头是不错很纯 那有点介于红烧的汤头这样 好 那这时候我们的面条 就可以捞起来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下 我们的牛肉面碗 那稍微甩一下 把水沥干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面煮好了之后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 呈现我们的牛肉面碗 我们稍微把牛肉面 稍微卷一下 那就是我们的牛肉汤头 煮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 下 大概倒到锅圆底下 两公分以内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稍微 把面条 把它绕起来 那这时候我们的乳牛腱 就可以铺在我们的汤头上面 所以这道快速的料理 大概五分钟内就可以很快的呈现 那一般的话我会建议说 放三片就够了 我们一般的鲁牛腱 放三片就够了 那一般的 一包肉鲁牛腱有六片 所以可以做两份的牛肉面 那这是我们的酸菜 酸菜我们就放在旁边 好 我们的葱花 葱花 葱花可以点缀在中间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 红烧牛肉面 的呈现 很厚